其實他說,反正我們打麻將,你要做對對胖的時候,不只是兩對,也許是好合對的。 這個環節的目的是,因為現在我們中港台交往的人越來越多,但是裡面的詞語或者是用的詞,都有點不同。 我舉個例子,我喜歡吃,所以我就想,天冷的時候我們喜歡吃烤肉,但是弄的簡單一點,或者是方便一點,是我們把它串在一根細細的籤子上。 香港我們就叫群修,因為國內跟香港真的那個詞彙的教育已經多了,原來國內也叫創商。 對嗎?馬金? 他弄住了! 以前在國內,他們會說的比較具體一點,牛肉串,或者是羊肉串。 但是已經跟香港交流了太多,所以串燒也成為了國內的一個詞。 香港叫串燒,國內叫串燒,台灣叫什麼呢? 小串燒,是烤肉串,是烤肉串。 羊烤肉串,是烤肉串。 那我只是舉了一個例子。 今天我想介紹的一個詞是,我寫出來,看看大家明白。 一根筋,一根筋,一根筋,一根筋。 好了,你們看了這三個字,你認為意思是什麼呢? 不是爬山爬的,算了,只是一根筋,算了。 一根筋呢,是說一個人的性格比較固執,或者是鑽牛角尖,有的時候不會變通。 相同的呢?是頑固。 認識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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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廣東話是什麼呢? 廣東話,我說是口語。 那個是比較文的,比較私文的。 誰房? 你可以看得出,少豬是一個比較私文的人。 我年紀大,所以我說猛少。 廣東話就是猛少。 一根筋,其實說一個人比較固執, 但是你要記住,這個詞沒有特別是一個褒義,或者是貶義, 基本上是一個中性詞。 因為你說一個人有一根筋,就是他有恆心,完成一件事情。 完成那件事情啊,有的時候他會做壞事。 但是,也會因為他持之以恆。 所以呢,到終點,還是會做好事。 也是因為有的人,有了一根筋。 所以呢,走到,插路口的時候,插路口就是分口的路的時候, 他就會想,我該怎麼走? 因為,只有一根筋。 那,我呢,又寫了幾句例子。 我覺得他的一根筋,透著責任感, 我們社會需要能有多一些這樣的一根筋就好了。 好多人勸他,放下老人的事,他就是不聽。 大家都說,他是一根筋。 這一根筋就是腦子不轉彎,一種方法行不通。 不知道換另外一個方法。 認死理呢,就是這個人有點認死理。 心還是好的。 他就是愛認死理,勸也不聽。 其實,真是個喜心眼。 那,每一次,我都希望,除了我之外,另外有會有,願意試試,嘗試, 主持五分鐘,這個緩解的話,可以跟我聯絡。 我希望每個人每一次都能講出一句,在國內,他們口頭上會說的一個詞。 我們來一起學。 好不好? 好。 謝謝。 謝謝。 謝謝。